黄磊在娱乐圈中也是高智商的存在 不仅有一个贤惠漂亮的老婆孙丽 还有两个宝贝女儿还新添了一个小宝宝 黄磊年轻时候的颜值 放在现在也是男神级别的 年轻时候 饰演徐志摩一代才子书上大背头戴上银丝框的眼镜 身上有着那个年代的书生气斯文败类说的就是这样子的吧 儒雅的气质中 带着带着一份脾气简直邪魅 卷狂有狼有说 高晓松当年说看黄磊的脸都看呆了足见他有多帅 留着九十年代最流行的中长发 男扮女装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虽然现在黄磊也没有逃过中年发福的命运 但是当时真的是又潇洒又好看 黄磊不仅或演戏 自己还会唱歌在向往的生活中 七位带去了黄磊之前的唱片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当初李荣浩出道的时候 就是翻唱了黄磊的歌曲 尤其是《我想我是海》 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和回忆十六岁的黄磊老师少年的样子很青涩 长得还很白不识人间烟火的细细老婆孙丽怀多多的时候 自己的老婆没有胖多少自己去胖的好多 这就是传说中的幸福胖的 到底是谁怀多多怎么立妈 还是那么美怀孕时候的孙丽胃口比较小 吃不下的都是黄磊吃的 所以才胖了多多真的很漂亮 说明基因很重要 这一张照片感觉真的很有幸福感 黄磊在节目中一直给人一种很强势的感觉 靠在孙丽的肩上竟然多了几分娇羞 这是在怀妹妹的时候 黄磊身上有着一种气质 这种气质陷在娱乐圈中的小鲜肉 几乎是没有的他们 几乎都被同化了迎合着大众的审美 而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着自己的思想气质 把自己活成了独一无二 只有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黄磊身上有一种书生气 就是读书人的气质 看得就很想就玷污 每次看到这种气质的人的时候 就知道为什么妖女总是喜欢上正派之人了 年轻的黄磊是文艺忧郁的美男子中年的黄磊 是智慧呼达善良随和的胖大叔 不同的人生阶段 其实好像都挺美好的 大家觉得黄磊年轻时的颜值怎么样 放在现在会不会有很多的小迷妹呢